字幕作词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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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嗨 大家早安 我是Bron 大家好久不見 今天是我連續更新視頻的第三天了 我今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馬上起來錄一下這段視頻 現在的時間的話 應該是 蛤? 开玩笑的 今天录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的话 就是想分享一下 我新到了一个手机的喜悦 我这些手机的话是昨天 我自己去那个京东的配送站 自己去取过来的 今天是2019年的2月2号 也就是我春节放假的第二天 我有个快递的话 现在一直没有到 我准备通过出去的话去看一下 能不能直接去快递点 自己去拿那块地 因为他们那个配送站 春节期间因为货物太多 整个就爆仓了 那时候我进配送站的时候 发现他那个堆了好几堆的小山 基本上如果再等两天 估计也送不过了 所以的话我自己去取的话 还是相当明智的 所以即使是京东的赤日达 在春节期间也是做不到的 好的我们来开始开箱 我新买的三星S8全面屏手机 好过瘾啊 哇 看看这曲面屏 哎哟真漂亮 在使用苹果的iPhone SE两年之后 我第一次换到了最新的全面屏手机 我只能说真香 好的我们粗略的比较一下两个手机的屏幕大小差别 其实最近我这边买手机的时候 一直在iPhone的XR 还有iPhone的8Plus 以及三星的S8、S9 这四款手机之间 不断的犹豫不决 最终我选择了三星的S8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还是因为 虫 我们知道三星S8的话 是2017年的安卓期间手机 但它现在的价格的话已经降到三千左右 所以的话是比较符合我的心理价位 毕竟在后的一个手机的话 你使用超过两年的话 基本上也会显得很过时 而现在的全面屏的话大型气道 有个全面屏手机的话 用来看视频是非常方便的 我现在看视频的时间会占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的话我感觉还是很有必要 换一个全面屏手机的 至于安卓手机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是 安卓系统使用时间长之后 也变得很卡顿 至于这个问题的话 在新版的安卓手机上面 会不会出现 以及是否会很严重 我要使用一段时间看一下 最近我会把我的主力手机 从我的苹果手机转移到三星S8 之所以换到三星S8手机的话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最新的苹果手机它的解锁方式只支持面部识别 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用指纹识别这种方式 而且安全性的话我感觉比面部识别要更高一点 而三星S8的话是现今可以选择的手机里面 同时支持面部识别 红膜识别 指纹识别 这三种识别方式的一个手机 我感觉还是 有非常多的选择性 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接触方式 非常赞 而且三星的这个曲面品的话 真的是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OK 接下来我会用我的三星手机来拍一段短视频来看一下 它的画面以及音质效果到底怎么样 嗨 大家好 我是 Brian 大家好久不见 这个画面的话是通过我新买的三星S8手机 它的后置摄像头进行拍摄的 嗨 大家好 我是 Brian 大家好久不见 这个画面的话是通过我的iPhone X1手机的后置摄像头来拍摄 嗨 大家好 我是 Brian 大家好久不见 这个画面的话是通过我常用的索尼RX100卡片相机来拍摄 请不及按资λα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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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